图然起劲 周鹏一千年做新决定 杜峰果然没有看错人 球迷拍手叫好 欢迎大家收看每期视频 视频开头 劳烦大家长按点点赞 你的点赞会让更多喜欢广东队的球迷 看到这个视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本赛季CBA的联赛已经圆满的结束了 那么广东队非常的遗憾 只不如半决赛 让很多球迷感慨 饶令蓝蓝实力太强 广夏队在核心主力 伤病缺席比赛的情况下 内线都被全面的碾压 所以被淘汰出局 不少球队已经开始为下个赛季做准备 同时开始不止针对 辽宁蓝蓝的阵容 或者是学习辽宁蓝蓝的阵容体系 来进行补强 而半决赛被辽宁蓝蓝 3比0淘汰出局的广东蓝蓝 更需要及时的调整 好好总结教训 对于未免冠军广东队来说 在不敌辽宁队之后 就结束本赛季的真诚 在任俊飞 莱多 周鹏等 伤病缺席的比赛的情况下 球队的竞争力 以及执行力是大打折扣 再加上一剑连 过了巅峰的时期 所以球队很难和巅峰期的辽宁队抗衡 被淘汰也是在情谊之中的 本赛季结束之后 将有7名球员合同到期 分别是易建连 周鹏 赵锐 胡明轩 徐杰 张浩佳 王兴凯 那这7名球员曾经是广东篮篮 夺冠的攻心球员 也是本赛季主力或者是轮换的球员 因此今年的夏天如何续约 也是成为了管理层和教练层 首先考虑的问题 我们也都知道广东队已经是在 进行新脑交替的一个阶段 所以在这个时期也让竹房雨是特别的头大 不过近日广东队两位老将易建连和周鹏 也是做出了重大的决定 那就是他们已经向管理层表态 不需要顶新合同 以老将合同续约就可以了 他们当然很明白自己已经是 宏远王朝封先生的尖刀 但是现在的宏远需要进行这样的调整 而宏远的管理层呢 本来有机会参与顶新合同签约周鹏 但是易建连已经带出了一个好头 让出了顶新名额 这也让身为队长的周鹏 更加的明白要以身作则 表明自己愿意让出顶新合同的名额 让更多的资金签约新的优秀球员 留住他们未来为广东队进行更多的补强 所以说广东队一直都是特别团结 特别是杜丰对很多球员在困境中 伸出了援手 所以球员呢也自然是对广东队特别的用心 像赵瑞汤杰等球员都是受过这样的帮助 所以其他球队想要挖人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对于两位老将做出让步的牺牲 为广东宏远设身处地的贡献和着想 特别是值得大家的尊敬 杜丰也是一直特别依赖易建连周鹏 这一次也是非常的无赖球队也是再一次到了心脑交替的阶段 老将们有这样的觉悟和做法 让杜丰也是更加的感动和欣慰 对于周鹏和易建连主动让出顶心合同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下面留言哦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